有時我和Look會聽到天上的國軍戰鬥機的轟隆聲劃過 這讓我想起在軍門當兵的時光 那個時候 我是藍雄師第五步兵營衛生牌排長 我的職責就是照顧弟兄的健康 當然也包含我們的連長 他身體很勇,也很強壯,好像永遠都不會生病 平常連長精神和體力都很好 走路速度非常快 帶隊時一定走在最前頭,非常健康 直到某一天,我看到他走路搖搖晃晃 疑問之下才發現他已經不舒服了好幾天 我們部隊平常都待在坑洞裡 所以我建議連長,每天中午出去曬太陽一小時 身體就會好多了 連長原本有點懷疑 但是他照著我的方式做之後 過沒多久,他的身體就恢復健康了 退伍前我都持續照顧部隊弟兄的健康 現在我也在守護這塊土地上 每一個人和每一隻可愛的毛小孩 欸,Look,你有在聽嗎? 哈囉,大家好,我是賴清德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 請大家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、開啟小鈴鐺 嗯…